看準時機 除暴特勤 立刻衝上前 連看他比警力蜂擁而上 第一時間屋內嫌犯還想逃 當場被壓制 沒幾秒時間 好幾名嫌犯全被控制行動 龍裡小狗還驚魂未定 看著主人被警方帶走 原來他們涉及網路詐騙 用花言巧語把女生騙得團團轉 他給我看他交到錢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好像不錯 其實過程中你不會覺得自己被騙 是我後來覺得 為什麼我自己的錢我拿不回來 這點太奇怪 警方調查詐騙集團在網路上都用照片 在交友軟體亂槍打鳥 認識女性被害人 等聊出感情 再傳假的亞馬遜購物網址給對方 公車買禮物卡就會有2000元的回饋 一開始都有如期給回饋金 等到被害人大量購買 網站就會斷線 讓他們求償無門 這回逮捕23名嫌犯 其中陽性男子和18歲跟20歲的情侶黨 去年曾到柬埔寨受訓約半年的時間 不僅學習電話詐騙的畫素技巧 也學會如何架設假的網站 更曾實際操作一整套的詐騙過程 回臺後認為有賺頭另起爐灶當幹部 但才經營一個多月就被破獲 頭滴滴走在隊伍第一個 21歲的陽性主賢 自稱是天道蒙太陽會的成員 有詐欺前科 這回供詐騙大約20名的女子 不乏所得超過1億4千萬元 這些受害民眾大多是上班族 其中有人最高被騙300多萬 以為把學到的技能整套複製 也能同樣賺錢 卻沒發現行蹤早就被掌握 到手的賬款都還來不及花 TVB新聞綜合報導